2022年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由于之前的1号男单主力石宇齐 因为退赛事件被队内处于一年竞赛的处罚 这也让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面对法国队 整体实力优势明显的中国队 还是有着必胜的把握 在首场男单对决当中亮相的是 世界排名第25位的陆光祖 他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8位的小波波夫 这是二人在世界大赛的首次交手 二人苦战三局 陆光祖在第三局比赛受伤场边治疗的情况下 以2比1的大比分击败了小波波夫 中国对小组赛首战开门红 首局比赛一上来 二人还处于相互试探的阶段 频繁斗往前小球 也都有所掌获战成了2比2平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 陆光祖对球落点控制更加精准的优势开始展现 将小波波夫死死定在了底线附近 虽然小波波夫也获得了后场直接发动进攻的机会 但是频频出界 让陆光祖很快就取得了5比3的领先 比分落后的小波波夫随后增加了自己的进攻侵略性 而陆光祖的被动回球增多之后 机球质量大打折扣 给了对手多次直接抢往前扣杀的机会 小波波夫也很快以8比6反超了比分 虽然陆光祖随后顽强将比分追至了9比10 但小波波夫还是靠着自己的进攻 以11比9率先进入到了终局休息时间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 陆光祖也加强了自己的进攻 很快将比分追到了13平 随后 二人进入到了僵持战 一直打到了16比16 在陆光祖连得2分 建立起18比16的领先优势之后 他却突然断电 小波波夫顽强将比分反超为了19比18 不过陆光祖并没有放弃 调整状态一直和对手熬战至23平 最终以25比23险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第二局比赛开打之后 小波波夫放手一搏 靠着凶狠的进攻 压制住了陆光祖 也取得了6比3的领先 比分落后的陆光祖随后在提升自己揭发球质量之后 压制住了小波波夫 后者没有了主动上手进攻机会之后 也丧失了主动权 陆光祖则连续得分很快反超比分 并且以11比7进入间歇时间 再次回到赛场的小波波夫 打得比陆光祖更加积极主动 很快就以17比14反超了比分 虽然陆光祖顽强将比分追至17比18 但小波波夫再度发力以20比17拿到了局点 比分落后的陆光祖开始反击 连得4分以21比20反超 决胜时刻陆光祖出现失误 以24比26输球 小波波夫扳回一城 决胜局陆光祖取得了4比1的不错开局 但是领先之后就开始保守的问题再次显现 小波波夫连得3分 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 之后的小波波夫也在场面上压制住了陆光祖 并且以11比8的比分进入休息时间 比赛重新开始之后 陆光祖的大胯步就球脚下打滑 导致自己受伤 场边治疗之后 陆光祖重新回到比赛在9比14落后的情况下 顽强将比分追到了15平 最终也以21比15锁定胜局 虽然本场比赛陆光祖大比分2比1获胜 但是从过程来看 他还远没有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如果中国队想要在本届汤姆斯杯走得足够远 陆光祖必须找到更好的状态和感觉 期待随着赛程的深入 陆光祖能够越战越勇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